在看到臺北地檢署間指揮調查局人員 搜索國民黨立委 鄭天才的辦公室 並且查扣多箱文件資料 因為檢方追查 鄭天才涉嫌在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三年期間 接受綠能等產業廠商 每個月以數萬元的捐獻 讓他們安插人馬 掛名立委辦公室的特助 來協助業者施壓公務機關 藉此收受的不法匯款 達到了百萬元 鄭天才目前正以被告的身份 遭到檢方偵訊中 將多箱證物從辦公室帶出來 包括電腦主機文件資料 檢調人員面對鏡頭一概不回應 辦公室助理也是閉口不談 快步離去 國民黨立委鄭天才二十七號 爆出立法院辦公室被搜索 北檢帶隊突襲國會辦公室等五處 立法院表示院方派員陪同配合 基於偵查不公開 院方對詳細案情必無所惜 跟去年張騰龍的案子有關係嗎 由於北檢去年偵辦鄭天才辦公室前執行長張騰龍 涉嫌以白手套身份 替內政部營建署組長張知名牽線 貨航廠商取得雲林綠電標案 貪污七千五百多萬元 北檢當時認定鄭天才未涉案 而是起訴張騰龍 張知名等人 案件爆發時鄭天才受訪曾堅稱不知情 不過檢方發現有多家廠商透過張騰龍引介 結識鄭天才 而鄭天才在二零二零到二零二三年間 收受廠商百萬匯款 給予廠商特助頭銜 一旦業者遇到問題 鄭天才就用立委職權排解糾紛 傳出至少協助五間廠商協調 北檢則以被告身份徵訊鄭天才 全案朝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方向偵辦 該搜索就搜索 該辦就辦 但是絕對不要罵知罪名 然後政治辦案就好 希望誤往誤縱 檢方或者是司法調查 能夠盡快地還原真相 立法院修匯不平靜 上週才發生民進黨立委 林怡錦涉詐助理費 這週又爆出鄭天才涉貪被搜索 立委認為相當不尋常 國民黨呼籲檢方依法證辦 誤網誤縱 記者黃志杰 謝震林 台北報導